欢迎参加第十三届基本法多面体全港飞学生面论赛 基本法杯 比赛有香港基本法推荐延期会议主办 协办机构为合护社会企业 政府中学校长协会补助学校议会 香港直接资助学校议会 香港岛学校校长联会 祖荣地域校长联会 新界校长会 香港教育城 Idebate 香港基本法青年大事联盟 飞翔异工团 今日的面题为内地运动员对香港体坛发展利多余弊 正方学校为门门天主教同学 请面与自我介绍 大家好 我是主编高家路 大家好 我是门天主教第一副编姚南 大家好 我是主编蔡雅思 大家好 我是杰编胡秀莹 反方学校为基督教香港新仪会 新陈中学 请便言自我介绍 大家好 我是主编光阿英 大家好 我是依父刘玉祥 大家好 今天我们有三位判判分别为资深教育工作者叶芷欣先生 香港大学为额堂辩论队前队长杨晓燕小姐 圣公会 圣公会 圣安得离杀 原来 Ô wrong 可贼男士 是名的 validate 训诺 辩论语言需在评中后才发言 第一轮向双方主辩法定发言时间为4分钟 第二及第三轮复辩法定发言时间为3分钟 双方结辩法定发言时间为4分钟 在正法双方结辩前有2分钟结辩准备时间 各辩论语言法定发言时间完结前1分钟 计时语言会将评中一次 已是发言时间即将结束 在发定发言时间终止时 计时语言会连续暗中秒下 事宜辩论语言需尽快总结其引词 在发定时间 发定时间终止15秒过后 即第16秒开始 计时语言会连续暗中3下 该队将遍语被扣分 扣分至如下 法定时间终止15秒过后 每步5秒每位评判 将该队员与该发言时间所得分数扣除5分 如此类推不足5秒一当5秒计 比赛进行时禁止台上电论员与台下观众进行任何以形式的沟通 围着将被处销 参赛资格 电源不可使用大约15.6厘米乘以9.5厘米资料卡 现在将会检查相方资料卡是否符合 现在宣布比赛程序 正法上双方主便截便发言时间均为4分钟 其余复便发言时间均为3分钟 先由正方发言 然后反方发言 如此类推 每队共有3次的台下发问机会 每次台下发问者的法定发言时间为1分钟 法问者需在进行元民中后方可开始 在法定时间完结前15秒 进行元将民中一次 以示发言 发问时间即将结束 在法定时间终止时 进行元会延续民中养下 是以辩论延续立即停止发言 如不停止 主席将立即终止其发言 任何一方未能在主席要求下 立即判处代表做台下发问 当自动性权论 除选试该队10分外 对方可全取该次台下发问答免分 共30分 台下发言者只可发问 不可辩论或评论 否则主席可终止其发言 台下发问者需在1分钟内提出问题 否则发问一方无分 对方无需作答 可得该提之满分 如任何一方提出抗议 评判有权各自裁决 台下发问者必须为三位不同的学生 并于发言时站在评判前方 台下发言者需在发言前向主席设议 得主席允许方可发言 如事预议 发问者多于1人 则有主席决定时间后 任何一方在对方台下发问后 30秒内未能派出代表答辩 当自动续权论 该论答辩分数为0分 各队共有三次答辩时间 每位台下发言者的法定发言时间为1分钟 发言者需在计时员民中后方才可开始 在法定时间完结前15秒 计时员将民中一次 于事发言时间即将开始结束 在法定时间终止时 计时员会连续民中两下 事预辩论员需立即停止发言 补部停止 主席将立即终止其发言 在每次答辩时间 答辩一方只能派出一人发言 不可定做补充 同一辩论员不可回答全部三条问题 当政方第三次答辩完结之后 将会有两分钟的准备结辩时间 预备时间完结后 会先由反方作结 然后政方请问双方对赛指有什么问题 没有问题的话 现在有请政方的主编 你有四分钟的发言时间 请问大家好 可以请一下 主席评委在座各位大家好 中港体育交流有很长的历史 要了解今天的变题 就要了解国内运动员 在香港的历史背景 在殖民地时代 香港在1951年成为国际奥委会会员 可以用独立身份参加国际体育活动 条件是不能派没有英国护照的内地运动员参加比赛 但是一般50年代移居香港的内地运动员 代表香港出赛 所以有更多的国内运动员来香港发展 但是他们来香港不是养尊处优 刚好相反 他们都很刻苦 因为在2008年以后 国际奥委会规定 没有在港住满7年的内地运动员 再也不能代表香港参加奥运 只能参加其他规格的运动会 在这个环境下 很多内地运动员都以教练的身份留在香港继续工作 今天 国方参考了英国著名体育心理学家 Haru和Bito的成就动机理论 作为衡量变题的标准 如果一个因素能够推动社会上的体育风气 而且让运动员有更明确的学习目标 它就是对体育发展有利的因素 相反 根据这个标准 有方要证明内地运动员破坏了香港的体育气氛 或者让本地运动员没有了真正的机会 才能推翻变题 我方认为 今天变题成立有以下理由 第一 内地运动员开创新的风气 中国运动员的水平是国际有名的 50年代 国内的运动员替香港立下体育的根基 现在他们更替香港开拓了很多新的体育范畴 比方说 以前香港是热带天气 根本没有人参加花样滑冰 但著名滑冰手齐佳 在2008年移民来香港做教练之后 很快培育出一班本地青少年参加国际赛 13岁的马晓晴更在2011年得到全国青少年花样滑冰的亚军 更著名的例子 当然是中国单车手沈金豪 他转为教练之后来到香港 福利在人生低点的黄金堡 重听重新替他训练 不单把他训练为世界有名的单车手 还把单车变成香港的重点体育项目 这些都是内地运动员 看过本地运动风气的好例子 第二 内地运动员为本地运动员成为本地运动员的学习对象 像本地著名羽毛球手叶佩妍就说过 跟一名香港的国内好手周密一起训练 在对内比赛 让他观摩到以前从来没有见过的练习窍门 让自己的技术可以在短时间之内有所突破 终于可以得到东亚运的金牌 这就是内地运动员跟香港运动员良性互动的好例子 从以上论点 内地运动员符合成就动机理论的标准 所以今天的辩题一定成立 最后想问一下有方同学 如果你们认为内地运动员对香港体育是必多于力的话 你们是不是宁愿他们在香港都不干跟体育有关的事呢 谢谢大家 正方主编同学所用时间为3分57秒 如果时无需扣分 现在有请方主编到台前方 谢谢我主席 大家好 首先欢迎正方主编的问题 我们台而成任内地运动员的确为双脑带来了很多体态荣誉 这是有力的 但是有力就等同于力大于弊了吗 今天的面题是力大还是必大 这是一个比较 比较的话就一定有一个比较的标准 而对方同学 你比较力弊的标准到底是什么呢 我方认为今天讨论香港体坛的发展 必须先基于香港体坛存在的问题 解决问题 体坛才能有长远而健康的发展 这个是目的 而内地运动员是一种方法 方法的力弊衡量在于能否达到目的 因此今天是力大还是必要的衡量标准 就在于内地运动员这种方法 能否有效地解决香港体坛存在的问题 我方认为并不能 首先我们要搞清楚 香港体坛存在的问题到底是什么 谈到香港体坛的问题 社会上各种声音不学于耳 有人认为是政府的重视不够 是资源不够的问题 也有人认为是香港社会对于运动员的保障 运动员利用业余时间来训练 还要兼顾工作和学习 还有退役之后的就业问题等等 还有人认为另一大障碍就是训练场地的不够 更有人说 香港是个商业社会 主流意识在于如何赚钱 社会对于推广体育活动 气氛冷淡 可见香港体坛的问题 零零总总 纷繁复杂 设计社会的各个层面 那么要怎么办呢 其实问题很简单 香港二维会义务秘书长彭冲 以与刀破天机 香港体坛问题众多 但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缺乏一个 所谓的全面政策 因此不论是资源问题 社会气氛 场地设施 运动员资源等 都需要在整体上 有体系的来进行统筹和协调的 各体育协会不能进行有效整合 增策混乱 当然不是有效的发展 因此香港体坛的深层次问题 就是缺乏完整的体坛发展体系 这是事实 也是本质 好了解了香港体坛存在的问题 我们再来看一下内地运动员的作用 我们也不反对引入内地优秀的人才 他们的的确确可以在短时间内 帮助香港提升大赛的成绩 可是今天我们要指出的是 有些问题它很容易就浮现出来 然后就很容易得到解决 但是有些问题呢 它可能被其他的因素而掩盖 没有暴露 恰恰是因为内地运动员 为香港带来讲台的要颜光辉之下 似乎给社会一个信号 一个错觉 香港的体育还行 这样我们似乎就忽略了香港体坛 本应解决缺乏完整体系的深层次问题 就好比我今天胸口痛 吃止痛片可以泪干剑影的缓解这种症状 可是谁知道我今天得的是心脏病啊 止痛痕不但对于心脏病完全没有效用 相反因为我今天不疼了 问题反而被掩盖延误了治疗 我们今天有体质上的问题 本来可以在下场上通过成绩先加而暴露出来 然后对症下药 但是今天空向的内地运动员让我们沉寂在盲目的兴奋之中 那么还会有人关注问题真正的问题是在什么吗 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长远而言这就像一个定时的炸弹 可怕并不在于炸弹的本身 而在于没有人知道它的存在 一旦爆炸后果不堪设想 所以今天我方并不是反对内地运动员对香港做出的重贡献 而是在更深的一个角度上提出 香港体坛的终结在于缺乏整体的体育发展体系 而内地运动员对香港体育的发展仅限于表面 指标不治本 客观上它们出现法令到我们不能更有效的针对 针结 因此它们对香港体坛的发展必大于利 谢谢 反方主编同学所用时间为4分01表 不过15需扣分 现在有请正方第一副面 主席评委在座各位大家好 今天有方同学不断的用各种社会上的问题来反对这条变题 他总说内地运动员是带来妖魔化会带来很大的坏处 但是根据数据说明 他们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今天的确是一条利弊的比较题 我们现在把付出跟收获来做一下比较 今年政府财政预算案康体的预算是30亿 但只有1.6亿是真正支持精英体育运动的 根据入境处的资料表示 2006年到现在 76对国家运动员以优才成就计划申请来搞 他们大部分都是做教练 赚取生活费 自力更生 就当他们全是靠资助的 以现在的水平每个月25000元 76个人每年才花两三千万元 每年才花两三千万元 到不了抗体总开车的1%啊 而且这也根本 但是他们几年以来 先后为香港建立了花样滑冰队 举重队 速度滑冰队 跳水队 体操队等等 香港体育主席李嘉辉指出 李嘉祥指出 新来的运动员带来新的项目 也带来旧项目水平的提升 直接让本地和资格的精英 资助运动员比四年前多了一倍之多 这难道不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吗 所以我翻看香港奥委会的资料 以今年东亚运的为例子 香港303位的参加运动员之中 只有14名是前国内的选手 不到5% 根本没有出现所谓的内地运动员排挤 本地运动员的机会出现 虽然他们人数不多 但是他们却对香港体育带来了很大的重要性 因为他们很多都是在香港以前没有发展的领域出赛 比方说跳水的谢震 举重的鱼尾利 他们都是在很困难的情况下 为香港取得了0的突破 更重要的是 参赛的25个项目之中 23个的教练团都是前国家队队员 其中很多曾经为港争光 像乒乓球的李静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他们传承自己的经验给本地的年轻一代运动员 如果这样都不算贡献 那请问有方同学到底什么才是贡献呢 所以在这么少的付出之下 内地运动员却为香港带来了这么大的成果 今天的变题 内地运动员对香港体坛发展利多于弊 理应成立 谢谢 好 多谢对方同学精彩的发言 首先 对方同学 您在主编的时候已经告诉我们说 只要我们证明内地运动员 让香港体坛的运动风气没有提升的话 我们就能证明 对内地运动员对香港体坛的发展力必多于弊 好 我来告诉你们 我认为内地运动员对香港的运动气氛无法提升 首先 对方同学啊 我告诉您 现在生活上很多人很多人都想去看 很多人的社会上整个气氛都很热闹 但是您知道这是为什么呢 这其实是香港的明星效应 我方主编已经说了 香港是个娱乐之都 我方认为香港在社会上的娱乐气氛非常浓 远远多于体育的气氛 举个例子您就能明白我方的观点 比如说郭基金来港 郭基金驾到香港了 引起香港受不上很大的关注 但是我想问您一个问题 在跳水这个项目中 香港人参加跳水项目这个人数中上升了吗 我们跳水运动员增加了吗 今天我们要提醒大家的是 香港体坛有自身的问题要解决 就是缺少整体的政策 现在社会上沉浸在一个对体育的盲从之中 貌似轰鸣烈烈 实际上却无人问津 这种浮躁其实就是香港的明星效应 对方同学 明星效应其实不能代表我们社会 在体育上面已经普及化了 好 对方同学您还能提到 说内地运动员来的香港 可以变成教练 比如说沈金康 其实我要告诉您呢 对方同学您跟我说 内地运动员变成教练 可以对香港本地体坛有利 对方同学您这样的论证有利吗 教练的前提是内地运动员 内地运动员的前提还是运动员呢 运动员的前提还是人呐 那对方同学您干脆说 人对香港体坛发展力大于必算了 其实您不能把运动员这个 内地运动员这个名词无限扩大 对方同学 还有对方同学您跟我说 社会现在内地运动员 您告诉我 您说我们主便说 内地运动员来了会造成很多社会上的问题 其实您不要给我们乱通帽子哦 我们完全没有否认内地运动员给香港带来的利 但是我们今天要论证的一个观点 非常简单 就是内地运动员来香港拿了很多奖项 拿了很多荣誉 让香港人觉得 给香港人一个错觉 就是说香港体坛已经不错了 香港体坛已经在发展了 但是我们要知道香港体坛最重要的争结 就是它缺少一个完整的体育发展方针 对方同学 内地运动员来港拿了很多荣誉 拿了很多金牌 不正是遮挡了这个最重要的争结吗 您所说的例不正是创造了一个大弊吗 对方同学 以上是我方的观点 下面我将问同学两个问题 休息 好 下面我将问题交给二夫来问 好 谢谢大家 反方帝复便所用时间为3分4秒 离获时无需扣分 现在有请正方帝二位免购 主席评委在座各位大家好 今天有方说来说去就是制度上的问题 其实我方都已经解决了 根本就带来什么帝复 我方的姨父已经证明 内地运动员的在香港数量不多 也花不了香港什么钱 但是就替香港开度了新的体育范畴 今天有方说的问题好像是在制度上 但有方发现有方说来说去 就是排外思想在作怪 有方就是说不出来 到底香港有多少国内的精英运动员呢 他们举不出数据 那就让我们举出来 根据保安局2008年成交立法会的文件 计算用优才成就计划 申请来港的运动员 从2008年到2006年到2008年 只有23人 难道有方要跟我们说 这23人破坏了整体香港的体育发展吗 有方难道说 他们抢了所有香港人的资源吗 根据香港上报201年的报道 内地顶级运动员和香港顶级运动员一样 每个月最多只有25000元的金铁 最多还是只是安排宿舍 主要还是靠他们自己当教练赢取奖金 按照上面的数据 23个精英运动员 就算每个月给25000元 最多一年也只是690万 买一个住宅都不够 如果这样说对香港的体育带来害处 那可还真是小戏了一点 今天有方一直都很矛盾 一边说内地的运动员付出很多 但另一边又说他们对香港体育发展带来弊处 他们光说 他们其实 其实国内运动员的贡献 并不单单在于奖牌和荣誉 最主要的是 他替我们提升了青少年增加运动的动机 根据康体局2003年顾问报告 精英体育对香港的好处指出 精英运动员的奖牌 增加了青少年学习运动的动机 家长也更愿意把子女交给国家级的运动员做训练 举一个例子 苹果日报201年的报道 自从沈金康来香港 把单车变成热门项目之后 从前很冷清到马鞍山白石单车场 现在都爆满了 这样说来 国内运动员来香港的确为香港的体育带来根本性的改变 今天有方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 就是以为我们国内的运动员来到香港 穿上一件战衣就可以代替香港的做赛 但是国际奥委会的注满青年规定 在2008年起已经严格执行 而且要代表香港会参加高规格的运动会 需要参加资格赛公平竞争 还要符合赛事的最低水平 香港单车队的本地队员王云雕就是评论 他的雕小军国家队员这样说 他说因为他的到来让资格赛变得更为困难 但是这就成为了他更加努力向上的动力 因此 因此内地运动员不仅可以增加我们香港运动员的运动风气 还可以增加市民队运动的风气 又替香港体育带来良性竞争 因此今天遍题理应成立 谢谢 正方第二副变发言时间为3分15秒 如果是需后分 现在有请反方第二副变 谢谢主持人大家好 今天那份红旗发了几个问题我依依指出 第一点 这份同学说 我们没有数字卷 我们来的呢 只是有23个内地运动员 可是23个它影响到哪里呢 我告诉你 你知道吗 我们的乒乓球队里面有12个正选 10个正选全部都是内地运动员 你说这影响了没有 我们的本地运动员呢 他们辛辛苦的训练 一天哪要挥一万次拍呢 可是他们一次正选的机会也没有哦 郁博斯就是这个例子 在内地运动员来之前啊 他们是有机会上场的 可是在内地运动员来之后 他一次上场的机会没有 您说他们陪恋 让他们的成绩提高了 可是我们要知道哦 成绩的提高是什么呢 是我们真正的输赛机会嘛 我们在场上发挥嘛 对不对 这样的机会都没有了 您告诉我 什么叫立大于并呢 其次同学一直告诉我们 我们没有花钱耶 我们没有说 我们从来没有说过 资金的问题要是退框 所以你们一直在说 不要给我们帽子了 那我们进行立和弊的比较的时候 我们要看到 到底他对香港总体的体谈发展 是有好处吗 我们没有说钱的问题 我们是说 当内地运动员来的时候啊 他们给我们一个错觉 什么错觉呢 就例如我们东亚运动会的时候嘛 我们有很多运动员来 我们大家都很热闹啊 收视率十分的高啊 金牌拿了二十几面啊 我们有个错觉 香港的体育体坛啊 是在发展 是在进步 我们真正的意识到 我们的体坛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吗 就是我们的筛选机制的问题 我们的体育设施的问题 还有我们的教练和运动员 他们退休之后啊 的那些就业和那些 他们的养老问题 我们都没有耶 就是因为香港缺乏一个这样完整的体系 导致了很多的问题出现 而这个问题不是内地运动员来就能解决的 对吧同学 您的利弊比较错了呀 第三点 对吧同学告诉我们说啊 他说 他说 例如 内地的一个运动员嘛 叫做 叶佩妍 他给我们赔练啊 给我们很多训练的技巧 各位同学 你是不是要扩大那个 内地运动员的概念呢 你是不是再告诉我 只要香港运动员和高手过招 那就是可以提宠的进步呢 那我想问一下 只有内地有高手吗 只有内地运动员是 有良好的技术水平吗 我们可以在美国饮啊 可以在非洲饮啊 您这样无限的扩败概念 和我们今天的讨论有意思吗 第三点 那我们来告诉我们 他说 其实啊 很多内地教练啊 我们香港都很辛苦的 他们要自己赚取生活费 可是我想问一下 你们没有发现 赚取生活费 已经是暴露了 我们香港体坛的一个 发展没有一个 全套的 全面的方针的问题吗 正是这一点已经暴露了 他们虽然做了教练 可是他们没有能力 去赚取自己的生活费 已经暴露了这个问题 这也不是内地运动员 运动员来 就可以解决的问题啊 谢谢大家 方方第二步验发言时间为三分之四 表无过时无需扣分 现在是正方第一次台下发问 有请正方拍一个同学 有方同学说 国内运动员对香港体育发展 有很多害处 请但其实香港不少的 残骑体育协会都找了 国内运动员当当顾问 国内运动员照明建议 更训练香港特殊滑冰 让更多的残骑 让更多的本地残骑运动员 可以发挥守场 请问是不是因为 他们是国内来的 所有的好处就变成了害处了呢 谢谢 现在方方有三十秒的准备 的座位时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是不是因为国内运动员 带了很多坏处 所以我们觉得是必大于力 我们觉得很委屈 很冤枉 我们从来没有说 国内运动员他们来我们这比赛 是因为他们来比赛 所以是必大于力 我们是说他们来的时候 给了我们一种假象 一种错觉 让我们觉得香港体育还行 这样一种掩盖的 不是一种层次的 他们帮我拿了奖牌 给了我们很多新的项目 是必大于必 而是我们想说 拉更高层次的时候 他们把我们最核心的问题掩盖了 所以我们认为是必大于力的 你想一下 当我是一个学生 我作弊 我只能50分 可是我让别人帮我考试 我考了100分 虽然我是拿了100分的成绩 可是我真的进步了吗 谢谢大家 现在是榜方第一次台下发问 谢谢主席 对方同学反复强调的是 引入内地教练 对本港体肩发展有帮助 如黄金堡的单车教练 神经堂 可是你们认证的是 究竟是内地运动员 对本港发展有利 还是内地教练 对本港发展有利呢 带动香港单车运动 究竟是他们的教练 神经堂 还是我们土生土长的 金牌运动员 黄金堡呢 谢谢 现在是正方的准备 做大时间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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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方同学的提问 有方说 我们把内地的运动员 当时是香港的教练 其实他们没有听清楚 神经堂是内地的运动员 但是他来香港替王金堡 准备任何一场比赛 那么他就是对体坛理大于弊 其实有方说我们 我们漏视了制度上的问题 但是他们的到来 却让我们更加进步 例如我刚才我所说到 单车队的本地队员王云瑶 就是说 他的内地队友雕小娟来到后 他的资格赛变得更为困难 但是他就努力向上 他就更加进步 他们俩还因此成了好朋友 这就符合了美国心理学家的 社会竞争研究所证明的 良性竞争可以提升成体水平 谢谢 现在是正方第二次台下发问 有方同学指出 香港体坛的深层次问题 相信本地体坛对此也有所了解 如果内地运动员真的恶化了 本地体坛的现况 那么你们能够指出 本地的体育协会 或者有什么著名的本地运动员 公开指出内地的国家级运动员 来香港的害处吗 如果没有 你们怎么能够反对今天的片题呢 谢谢 现在是港三的准备做的时间 这有很多事情 请不吝点 很多事情 这准备做的事情 应该是不可思考的 我不能够在关葬 但是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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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说掩盖一些香港体坛的症结 比如因为他们获得了很多的奖牌 让香港人觉得我们体坛已经不错了 谢谢大家 现在有请导航第二次的来一下方论 对方也指出沈金康他之前是运动人 所以他来香港就是内地 他本身是运动人 他本身也是从内地来的 所以他来香港就是内地运动人来香港 但是要知道他来香港是以教练的身份来的 那么请这方投资回答 他在今天的讨论他究竟是运动人还是教练呢 谢谢大家 这是正方的准备准拿时间 谢谢有方同学的提问 其实我想说清楚一件问题 就是香港体坛这个问题 是包括教练的 而不是只是香港的本土的运动员 而且我方二父已经说过了 从康体发展处的顾问报告已经说过 有国家级的教练 家长也就更愿意把子女送出去训练 这不是反映了社会的运动体系 运动体系风气更强了吗 谢谢 现在是任方第三次的台下发问 著名的苏联心理学家维果斯基的音下理论指出 只有靠能力高过你的人设定新能标准带领你一步一步的竞争才能带来进步 相反把标准越降越低 不停的做也是没有进步的 今天有方说要保护本地运动员的机会 不要让水平高的国家级运动员过来竞争 不就是把以上理论刚好倒过来了吗 这又怎么可能把香港体坛变得更加好呢 谢谢 现在是反方准备做大时间 有 有 有 谢谢观看 谢谢主席大家好 然后很多同学问我们 他说按照心理学家 如果一地方引入竞争的话 那么他们就会努力向上 越变越强 那我想问一下 这不就是把我们的内地运动员 这五个字 变成了他的概念扩大化了吗 你想说内地运动员来的 全部都是高手 所以高手进来之后 我们的能力就会越来越提升 可是我想问你们了 到底是只有内地运动员是高手吗 难道美国就没高手吗 难道非洲就没高手吗 那按您的逻辑 是不是全世界高手来了香港 就可以让香港提盘能得到进步呢 现在是访方第三次台下发问 我方从来没错过排外 我们一直都承认内地运动员 对香港的贡献 我们不否认 只是提出今天有成绩 当然客观上成绩会遮盖问题的本质 你能保证在成绩面前 保持始终保持轻型的头脑 解决本质的问题吗 谢谢 现在是正方的准备作答时间 谢谢 谢谢有方同学的发问 有方同学不断地说 为什么我们一定只要内地的人来工作我们香港 其实国外的人也是可以的 而且香港也真的有这个例子 比如说像本地风番奥运金盘选手李立山 他是不是自己训练出来的 不是 他的教练可是荷兰人艾培里 也不是本地的运动员 也不是同样的内地的运动员 请问有方同学 是不是外地人做教练对本地人 本地的体育就有贡献呢 内地人做教练就会对本地的体育有害处呢 那单车教练审判金又怎么算呢 可见有方的论点根本就是不成立的 谢谢 现在双方有两分钟的节点准备时间 现在有起港方节变 谢谢主席大家好 我们今天非常欢迎内地的教练来香港 为我们香港的运动员训练 但是内地的教练就代表了内地的运动员吗 我们欢迎他们以教练的身份来 但是运动员与教练的本质区别在什么 就是内地运动员他可以出赛 而内地运动员来自香港做教练 他是不可以做赛 他是不可以出赛 因为他是作为一个教练的身份 在帮本地运动员培训 而内地运动员就霸占了我们香港运动员的出赛机会 以及他掩盖了我们香港体坛发展不好的一个事实 这是一个错觉 好 纵冠军变了赛 对我们就只犯下一个非常严重的错误 那就是目光十分短浅 对方天真的以为内地运动员水准十分高 就以为我们香港可以得天独厚的将其大量引入 香港体坛必由神助班可以大幅提高赛事水准 而随着大赛屡屡获奖 政府就会重视 于是有资源 市民就会重视 于是有普及 国际就会重视 于是有形象 就好像实证报告所说的那样 精英化 普及化 盛世化 香港体坛就发展了 诈一听 蛮有道理 可是事实是这样子的吗 对方觉得有了奖牌 什么就有了 可是 难道真的是这样子的吗 其实我方今天只是要提醒大家 万万不要被事物的表面现象所迷惑 不是说我们屡屡获奖 就代表了香港体坛发展了 体坛发展的根本原因 我们看清楚了吗 就好比一个差学生 考试成体不定人意 不要紧 但重要的是改进他的学习方法与态度 迎头而上 而今天我们一个偶然的机会 让他猜到考试题目 于是成绩不错 然后兴高采烈之际 就将自己的学习问题 抛注于酒消旅外 这就是香港今天体坛的发展 我们缺少的是一个统一的政策 完整的体系 来配合资源 全盘 规划方向 可在此时 内地运动员从天而降 顷刻间香港的奖牌倍增 各大赛场 捷运频传 不断书险 传奇一刻 再加上对方爱提的奥运内地金牌引起的轰动效应 似乎整个香港都沉浸在一种兴奋中啊 是啊 有荣耀怎么能不让人兴奋 可是兴奋的最大悲端 就使人往往飘飘然忘记了问题的本质所在 今天如果没有内地运动员为我们披荆斩棘 我们也许少了不少荣耀 少了不少有这些荣耀带给我们的兴奋 不过我们却能更加清醒 更加理智地面对我们香港体坛所存在的问题 香港体坛存在深层次的政治和体制不健全的问题 我们并不是去责怪内地运动员 他们不过我们香港体坛奉献青春 如可厚非 更值得我们去尊定 但是客观上讲 香港体坛的发展又该何去何从呢 有了内地运动员就有了成功的职业化了吗 有了内地运动员就有了足够的体育设施了吗 还是有了内地运动员就有了足够的体育社会基础及气氛呢 显然并没有这么简单 眼前的利益总是浮浅的局限的 只有我们拨开迷入我们才能看到问题的本质所在 只有明确问题的本质 我们才能对症下样 问题的方法才能得以解决 香港 就好像李立山所说的 香港运动员并不是垃圾 面对我们越来越激烈的国际体坛 面对义和之隔的体育大国 我们应该有我们香港的自信 所以今天我们并不是在谴责香港体坛 也不是在谴责内地运动员 只是提醒香港社会 路始终是自己要去走 沿途有他人的帮助 必然是好事 但千万不要过度依赖他人 而忽略了我们自己的走法 香港体坛的发展 又何尝不是这样子的一条路呢 谢谢大家 小马节便 同学所用时间为三分五十四秒 不过十分五分 现在有请正当的节便 主席评委在座各位大家好 圣经有一句话 忘记过去努力面前向着标杆前进 这句话可以反映了什么叫做体育精神 体育就是冲破自己的限制 不怕挑战 代表人类不断自强的追求 因此奥运会的口号也就是六个字 更高更快更强 而不是有方今天所呈现的六个字 本地胜利为先 有方把香港的体育发展问题全部推到国内发展的运动员身上 有方很奇怪 一边说他们尊重国内运动员的努力 又说他们在香港同时体育是弊大于利 从根本上否定了他们的存在价值 无论有方怎么去逃避 这种狭窄的观点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是根本不尊重这群内地运动员对香港的贡献 他们的成就不算是香港人的成就吗 让香港的运动员猜不了花结不了果 这种的指控实在是太过分了 将心比己是想想在辩论场上 如果有个同学是新移民 你说他的遍际再好 也是弊大于利 也不应该参赛 到底这有没有道理呢 有方的错误在于只有等待 肯花钱 有方本地就会冒出一些新的体育明星 如果是这样 那为什么没有体育国内的运动员在澳门发展呢 按有方的逻辑说 没有内地运动员也是一大害处 按澳门的体育应该比香港好得多吧 但为什么现实不是这样呢 我方已经指出 这种观点是没有根据的排外指控 有方忘记了为什么50年代内地运动员和香港建立各种运动 体育会的历史贡献 有方以为内地运动员抢了香港的机会 但其实国际奥委规定内地运动员要住满香港7年才能够代表香港出赛 只能够参加一些规格比较低的比赛 大部分出赛机会还是属于本地的运动员 而且香港就算有给国内运动员津贴 最多也只是每个月25000元 以国家级的运动员来说实在不多 但这么大的牺牲还要过来香港 就是求一个发展的机会 这个机会是要靠和本地的运动员在资格赛竞争所赢回来的 而不是从天上掉回来的 他们代表香港的成就是用他们自己的血汗混回来的 他们对香港的贡献也是实实在在的 他们开脱了新的体育范畴 增加了香港精英运动员的数量 把经验传给了本地运动员 还增加了良性竞争 替本地运动员树立目标 而且他们只花了政府非常少的经费 他们的成就和付出直接影响了香港运动员和市民的参加体育的动机 他们的好影响更扩展到特殊的体育范畴 国内运动员赵敏协助香港特殊流军队建立 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 回到我方主辩衡量变体的标准 国内运动员的确为社会上带来了运动风气 也增加了本土运动员参加的动机 相反 有方连一个有效的反证也没有 所以今天的变体理应成立 刚去世的伟人南非曼德拉曾经说过 体育拥有改变世界的力量 他教会了我们公平和共存的意义 让我们都思考这句话 开放自己 向着体育的精神标杆直跑 谢谢大家 这方节面同学所用时间为三分五十九秒 不过时不需扣分 两位观众学 今天的变论 我觉得大家也交通了很多交通 但是问题就在于 反方方面 变论这个题目是比较难的 你们要想从这个 因为香港的体质的问题 所以尽管运动员来到香港 可能因为体质的问题 影响了他们对香港的体质发展 你们想用这个方案来做的 但是问题如果你们今天要做 应该怎么样 就是运动员对香港一个体质里面 现在他来了之后 比如我们说运动的种类有没有减少 比如说运动的这个选手里面 是不是有多么参赛的时候 有多少是内地的 多少是本港的 然后就是香港的运动里面的措施 比如这个运动场等等 对不对 运动的风气等等 你们应该有实在的证据来证明 不过关系说 因为我们体质问题了 那么所以就是因为他的名牌效益 所以人家以为一个假象 以为香港本来就是 这个体质很好就不需要发展的 那么你一定要拿这个证据 来说明这个问题 但是反过来说 那方面你们缺乏了 所以尽管你们的道理是 你想把这个问题里面说 在香港现在的体质之下 你想这样的条件里面来说 但是这个条件里面 你没有证明 所以就变成发而武器 这里面就是一个你们的最大的问题在这里 那么正方来说 你们的你们写了 你们说了很多正面的 居持很多内地运动员等等 又动机等等 这很好的 但是我觉得问题是在于 当你们要说体质发展的时候 对方竟然是说体质问题 那么如果这个时候 如果你成任的时候 那么你说在尽管在体质上 我们还是有发展的 对不对 但是你们对方面没有接触这个问题 是吧 但是你们说运动员来香港 就有多少多少多少 但是问题呢 你们这证据是有 但是没有直接的 争取对方里面的条件问题 但是可能你们可能也不需要 但是如果对方能够拿出了切实证据的时候 那么你们就处于下方了 是因为对方没有这个证据 所以你们怎么说 那么也可以继续你们的说法 所以在问题上说 你们是占优势的这一点 如果对方稍微准备充分一点的时候 那么可能会更好 还有点是觉得 两个辩论员大家都是很好 无论是表达方面 或者在真的对方的方面 都能够有历史有急需的反应 这是难得可贵的 那么我这里就是说这么多 也欢迎各位评论 再来 各位同学早上好 今天很高兴可以来到这里 当大家评论 其实我觉得今天两方的普通话 要比我自己说的要好多了 但是我觉得呢 今天虽然像刚才叶先生所说 大家也很多的交锋 但是有一个问题所在 就是我觉得可以再咬得紧一点 例如今天正方就跟我们说 其实我们今天引入不是太多的运动员 例如我们只有23个 那为什么反方就不问 如果你说今天引入的运动员 只有23个 美元都只是给25000块钱的时候 对于整个体制的发展 有什么帮助呢 其实反方可以做出这样的疑问 例如正方今天 其实我觉得正方今天有个问题 就是有一点点混淆了体育发展和体坛发展 我觉得运动员的成绩提高 是体坛发展的其中一个结果 但是我们不能说今天体坛发展就等于运动员成绩提高这种东西 我觉得我某程度上我是赞同反方所说 因为今天体坛发展应该是设备提高 更加多的资助 场地 比赛制度完善 例如以前的紧困球 他是没有任何联赛的 今天如果有内地运动员来了 然后我们设立了联赛 这种就是体坛的发展 我可以说这样叫发展了 奖机会会有更加多的提高 但今天其实反方提出这一个之后 其实你们可以用你们手上的例子直接跟他说 例如单车 这样子以前黄金堡的教练来之前 单车没有那么好的发展 现在黄金堡发展了 然后后来有更加多更加多的精英运动员 在这个项目之中得到更加多的奖牌 这不就是发展了吗 我们就要场地更加多了 更加多可以接受这样的培训 这样子才叫体坛的发展 我觉得反方今天有一些逻辑要搞清楚的 你不如说今天等于什么 你们说什么内地有高手 然后呢就其他地方也有高手 说不定引入其他地方也合适 我觉得这个逻辑是有一点点奇怪的 首先我们要看一看实际的情况 就是说我们发现从内地引入人才 对于香港来说是更加容易的 你不如说今天日本有高手 然后欧洲也有高手 但是他们又不愿意来香港呢 我发现内地人比较容易来香港一点 另外就不能把那个逻辑推得太近 比如说运动员就等于人 然后就等于力动于病 这种逻辑是不成立的 我先说这么多 剩下有这些身份 谢谢梁小姐 现在我们有请周慧 继续 这次比赛做一年 请 各位 大家好 就是我开始说我的内容之前 我有一个问题想问大家 就是今天的比赛你们想赢吗 就是今天的比赛你们想赢吗 那为什么我们还要再次问这个问题吗 就是因为我并不是第一次当平坦 也并不是第一次当这个比赛的平坦 但是呢有一些问题还是每一次都发生的时候 这个我觉得有一点厉害 也对平坦平坦的工作会感到很为难 为什么呢 就是如果按照我听到的就是 就是周慧同学的他主要的他的内容就是 地地军众员来香港就带动新风起 地地军众员能够成为学习的理想 可以吗 这个两个重点 周慧同学就是这个体制的问题 要求提供一个全盘的体制的改革 但是呢对着平坦来做平坦的工作的时候 其实我们应该把重点看到你们 有没有重视对方同学他说出来的论点 其实我觉得我们几位平坦并不否定 就非常的赞同你们所建立出来的论点 但是你们在每个辩论里面出来 回应对方同学那个立场的时候 就是我们所重视的 就拿一个例子来说就是 就是陈金康他来香港当教练的这个问题来说 就是陈金康同学都没有在这个提供上面去发挥 为什么这样说呢就是我们香港人禁止他们来香港嘛 其实陈金康同学都提出过他们是根据这个优才计划来香港 他们来香港这个计划全港的 并不是体育单方面引入这个优秀动员 所以呢我还是觉得我们在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 双方同学有一点点多的问题 就是就是如果我们真的发现全盘体质有问题 我们就能用这个理由来反对内地运动员的申请吗 如果我们反对内地运动员的申请 就是这个问题就是我觉得还是陈金康同学还需要去问这个问题 还是我到了这个往后到了这个台下问 发问的时候我才发现陈金康同学他是预备了一些内容 就是他们不单单谈这个体质的问题 他问了陈金康同学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就是内地运动员带来的假象 就是我觉得这个假象这个问题就是他们今天很重要的一个内容 但是陈金康同学没有好好地处理这个假象的问题 就是所以他们要求的时候他们都跟你们说就是不是他来不行 就是看来的时候因为他们表现得很出色 就是让我们觉得香港的体育发展没有问题 我觉得这个还是中国同学还有去处理吧 最后我给大家的一个意见就是 就是变成比赛是非常困难的一个比赛项目 因为有很多主观的运输 大家过去一个星期就准备很辛苦 但是我觉得还有一些基本的问题大家还是要去解决吧 例如还是这个时间的运用 下一次不要再到三分十五秒才停止了 就是如果你真的要有一个问题 要交给二夫发文的时候 那么你真的要把这个问题交给他出来发文 我还是在二夫之后我期待听到你的问题 但是我的意见我不要听到 所以呢就是我们这个准备一场比赛可能有一些小小的地方 但是我们还是要重视和好好的准备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现在宣布赛果及最坚辩论员 今天的比赛变题为内力运动员 对香港地坛发展低多于毕 对赛学校为正方横门天主教中学 反方基督教香港信义贵金城中学 先宣布最佳变论员 最佳变论员为正方的主编高江 而今天的赛果是3比0 和我们第5教中学审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